曾志伟举行记者会否认拦截英一事,并称此事伤害他一辈子。 今日,1月17日,下午4点半,曾志伟与香港酒楼相隔离拉酒店举行记者会,针对近期一系列的留言作出回应。 右边那位是曾志伟的代表律师。 曾志伟儿子也有陪同到场支持。 此前,有媒体发布经过剪辑的视频,指曾志伟XX拦截英,震惊娱乐圈,而曾志伟也随即发表声明,澄清与事件无关,并要求删除不实信息, 又表明将依法追究。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,超模焦怒韩尹华,韩仪,突然在微博直指曾志伟选XX案,更称不止一次。 连日来韩仪不断留言,韩沙摄影,不过一直未有人证物证提供。 曾志伟没有就其言论有所回应,反而是女儿曾宝仪表明相信爸爸,但尚未查明的指控和诽谤,令她被谩骂XX犯女儿,甚至有人诅咒全家死光光。 以下是曾志伟记者会全文。 各位新闻界朋友,大家好。 最近网络出现不实报道,不但影响我的个人生育,影响到家人,我最爱的子女,甚至明星足球队也受到攻击,所以我有必要站出来公开回应。 曾志伟XX拦截英的报道完全是捏造,尊重女性是我的原则,我愿意配合任何形式的调查。 韩女士在新浪微博发表的对我的不实指控,目前已经起诉,正在走法律程序。 其中提到明星足球队借此擅赛为名寻欢,2006年已经有媒体报道过,我们控告对方诽谤,胜诉,多年后再被抹黑,这个事让我生气难过。 希望法律可以还我公道,但我更希望,那些通过网络传播不实新闻,恶意重伤他人的坏风气,早日停止。 坏分子利用网友不知情,在网络混水摸鱼,操纵舆论,伤害他人,事后不用付出代价。 以往我的态度是不闻不问,觉得轻者自轻,不让对方有炒作的机会。 但今天的网络世界行不通,令我深深明白,今天的网络世界不能忍让,网络暴力会越来越严重,流言是一时,但对相关的人,是伤害一辈子。 希望被害者越来越少,由于事件已经开始进入司法程序,所以我今天只回应一次,以后不会再答复相关问题,辛苦大家。 律师补充,根据香港法律,转载诽谤信息,也要负上法律责任,希望各位媒体删除相关的信息,谢谢大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